芝麻菜切成小半 青椒切成粒 皮蛋盖切成小块 虾米也切碎 锅里水开了加入一勺盐 再把芝麻菜放进来烫熟 炒烫个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 捞出来直接拌好盘 另起一个锅加入少许油 把蒜蓉捏放进来炒香 蒜蓉炒香就把香米放进来 然后加入开水 接下来把皮蛋跟青椒放进来煮 再加入适量的盐 还有少许胡椒粉 煮开了之后再加入洗干净的枸杞 最后加入少许淀粉水勾一下芡 再次煮开就可以关火了 调好的汁给它淋到娃娃菜上面来 淋到娃娃菜上面来 在河湖上的火候 再次煮开水勾 再次煮开水勾 再次煮开水勾